我是不是干啥啥不行 跟罗伴吵架第一名 火箭少女告别连理上 杨超越好得撕心裂肺 哭得面不争鸣 笑得沈腾特发34个哈兹微博抒发情绪 杨超越女团出道 外人评价 她唱歌跑调 跳舞就像开玩笑 还有很多人说她命好 从初赛哭到决赛 最后还哭出了道 有次更是在章节演唱会的进攻宴上 抽中两万块钱 由此被封为锦礼 一张锦礼图 让数以名朋友都败过 在谈自己的经理人设时 杨超越直言 没有谁的幸运是轻而易举得到的 我可能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 那么厉害 可以真的保佑到谁吧 2018年 一首名叫卡路里的神曲爆火 杨超越单好一句 燃烧我的卡路里迅速出圈 最火的时候 一天能登七次热搜 燃烧我的卡路里 歌曲MV推出首天 便得到了上亿播放量 惹得腾哥尔等一众大佬 静香翻唱不说 杨超越一句屋里头的燃烧我的卡路里 更是洗脑无数听众 后来 他唱了首叫小红象的儿歌 歌曲由鲁迅先生作词 赵英俊作曲 小红 小象 是小红象 小象 小红 是小象红 启风智能 充满同趣的旋律爆火 其播放量在短视频瞬间破译 网友们也在这时恍然发觉 其实杨超越唱歌 没想象的这么差 杨超越开播 被问敏感话题 不假思索地回复瞬间圈粉无数 读书重要 读书怎么不重要 不重要我可让我妹读书吗 随着杨超越一炮而红 网络逐渐生出读书无用轮 因为他初中没毕业 就落户上海 半年内给公司赚得七千万收益不说 自己也成立了公司 攒够了买房钱 有次直播和粉丝聊天 有条弹幕问他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 你会选择读书还是当明星 我的选择不是上学爱的做明星 后面的一些计划 是我在后面之后 面临的另外一个选择 之前杨超越眉头紧皱 再三选粉丝 不要一拍脑盆 就去当网红做明星 我不上学的最初目的 不是为了做明星 我的最初目的是 打工赚钱 他辍学是为了打工挣钱 不饿肚子 在娱乐圈闯荡近四年 杨超越还是那个人间清醒 在一种明星悄悄恋爱 城牌塌房的时代 杨超越化身人间清醒 成为事业批 在被问及想不想谈恋爱时 之间他一份填膺表示 自己要跟数百万大学生 争工作岗位 根本没心思谈恋爱 好的工作不好找 男朋友随时都可以找 什么 好工作太难找 成全上班毕业的大学生 跟你抢工作 杨超越对工作 总会有种非一般的执念 有次开直播跟粉丝聊天 原本十万人的直播间 在他开嗓唱歌后 下跑四万 一首靴之间的天外来乎 更是唱成了天灾狠祸 吓得数万名村民们纷纷表示 超越妹妹唱得很好 但下次还是别唱了 你想天外来乌云阳 就是不敢 有病吧你 杨超越有哪些雷人侄女发言 在被乔珊问道 如果男朋友半夜不睡觉 睁睁眼睛看你侧眼 第一时间会很羞涩吗 只见杨超越眼睛一秒灯大 一副有病别靠近我的模样 让无数坎坷笑掉大牙 小月 杨超越这钢铁之女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 早先被粉丝催着开演唱会 弹幕刷到杨超越看了都吓一跳 要是其他idol遇到这波操作 一定会顺势答应 然后早点将演唱会日期定下来 但杨超越就不一样了 她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坑粉丝 要是真开 都不好意思收门票钱 我把这个唱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 没有不好意思收你们钱 因为她吃不了女团这碗饭 能进演艺圈 还是被文栏文化用每月2000块工资 外加包吃包住的条件诱惑住的 后来变身成火箭少女101最火的成员之一 杨超越创下了在半年内 给公司盈利千万收益的记录 她是活到极致的锦底 也是娱乐圈知名度最大的bug 杨超越闯当四年依旧不是真 她会醉酒后 在街上大喊爸爸妈妈妈 在网上磕各路营销号的CP 最近还得了个内娱反侦查第一人的称号 因为她是一个致力于在娱乐圈拍狗仔的女明星 记得狗仔隔空汗话 超越妹妹火眼金睛啊 下次一定不让你抓到 你喜欢这个真实的杨超越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